《論盡社福界》 大家好 今晚又是《論盡社福界》的節目 今晚我是客席的主持 我叫查理 今晚就講講青年人的工作 你看見很多青年人就知道 當然是講青年人工作 不如大家介紹一下自己是甚麼事先 好嗎 這邊先 我是叫阿玉 阿玉 我這位呢 劍寧 繼續同學生運動執行幹事 劍寧 阿炳 社工學聯的偶母會長 說TV沒有人不懂劍寧 因為拜必不斷爆你的名字 真人見面 雙鏡應該更漂亮 今晚有幾部份 有社工學聯的同學 比較年輕 是90後還是80後 我90後 都出現了 這部份想聽聽新世代的年輕人 又是讀社工的 究竟他們的體驗中 接觸青年工作者 青年社工 或者社工 在他們的印象是怎樣 跟我們這些80前 這個也是80後的 對不起 不要說老了 劍寧 我是80前 跟我們那個想像 或者體驗是怎樣 分別還是怎樣 不如大家說一下 你們小朋友接觸 社工的時候是怎樣的 在學校還是外出 開學棋 是不是還比開學棋 有嗎 有 有 其實最主要是分兩方面 一個就是自己的家 一些社區中心 用一些服務 那時候社工 其實很多時候我自己的印象 就是去一個旅行 他在旅遊巴裏 玩一下Bingo 就說我們目的地在哪 就是做這些 很多人都說社工正 就懂得玩遊戲 對 好像是導遊和遊戲 導遊玩遊戲 對 就是很多這些 很笨的 對 因為那些活動便宜 家裏就會常常去參加 第二印象就是 小學的時候 一些讀書比較差 可能留一班 大家會覺得 那個同學有些問題 所以才會見社工 便宜和有問題 是的 那時候社工的概念是這樣的 但是到了大學 讀書才發現 原來自己看的社工 原來不是這樣的 原來社工有很多範疇 原來他們做的事 是比較根本性 是引導人們去反思很多事情 而不是這樣做一些 那麼技術性 那麼操作性的 就是導遊 這些工作 書無二貨 對 會有很大的衝擊 大約會 阿玥呢 我自己接觸社工仔 最主要在學校 就是因為要參加一些活動 那時候也會覺得社工仔 搞活動 讓同學參加 那些活動是 算是便宜 於是便宜 一起參加 又是便宜 不是搞活動 對 還有之後大了 也會去社區中心做義工 那看到社工 其實出來 會和小朋友一起玩遊戲 打遊戲 就會覺得 其實做社工很好 所以你就是為了玩遊戲 打遊戲 還有貪便宜 就來做社工 是不是 你現在 就是讀社工 你現在 是不是有這樣的想像 所以就 就這麼有熱誠 有新的社工界 最初去讀社工的時候 就會比較簡單 因為那時候是A級 然後看到自己的成績 又不太好 又不是太差 又想著 將來做什麼工作 那些服務性行業很悶 就是機械式工作 因為讀科工 又好像很操作上的工作 就是讀電腦 就會覺得讀社工很簡單 就是對著人 怎樣都會好一點 整個印象就是 會覺得社工 就沒有了那個社會的概念 就是又不知道 原來社會工作 是真的有做服務社會 我還想著見你金毛一頭 以為你是曾經沖海 青年 這個美美女 又是門交少女 就是得到社工的打救 所以這個人身體會 就想著投身這個社工行業 又不是的 但是我們經常的印象 好像傳媒這樣說 聽完你這些80後 甚至90後的體驗 不如我去聽聽 都是80後 不可能80後的 前期少少的 那個年份 你去接觸社工 你本身不是讀社工 但我都知道 劍靈其實都是得到 社工很大的啟發 不如你又說說 你的經驗是怎樣 我小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些活動 就是那些便宜又開心的活動 其實都是為我的童年 增添很多的色彩 我以前住木屋區 那個很有趣的 那個社區中心 就在村的中間 都算是一個中心店 我們會有玩玩具時間 以前去到我們會有很多玩具 然後玩一些子公仔 可以玩一個下午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而且我很記得 那個姑娘 她會說故事給我們聽 她會見我們一群小孩 圍在她的辦公室 我很記得 她的中心 小到一個地步 分不清她的辦公室 和我們活動的地方 基本上都堆在一起 然後她就說故事給我們聽 她定期說故事給我們聽 當然也是有很多便宜的旅行 我第一次去海洋公園 就一定是跟中心去 所以我又不覺得 一個便宜的活動一定不好 然後我大大廈之後 因為其實跟他們互動很多 有小到大小在那裡玩 大過我又幫忙做義工 帶小朋友去旅行 所以在我印象裡 社工就是一些這樣的人 即是她會跟我們玩 又會認識我們 到大過了又會幫忙做義工 所以我又不覺得這件事很差 而且反而我想問你們 譬如一些這麼便宜的旅行 和一些便宜的活動 即是你們去的時候 是覺得感受是怎樣 什麼就是便宜和便宜就是便宜 因為小朋友有便宜的概念 即是應該是家人說去的意思 還是怎樣 說完是社會學家 分析大家背後的概念很厲害 你們怎樣看呢 你們覺得是否真的便宜 是現在才覺得便宜 你還記不記得那個社工是怎樣 是什麼樣子 我記得 什麼樣子 她是什麼樣子 很瘦 很瘦 我就比較模糊 大概三十多歲的女人 我記得 但其實在你們的經驗裡面 譬如剛才跟劍玲說 其實我這樣聽有些不同 即是你們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一些可能似乎社工對你好像人生是有一些的影響 但好像反而你建靈 起碼教會她講講故事給她聽 我覺得講故事這個很重要 因為她經常跟我們講故事 她是訓練那種講說話的能力 而且她鼓勵我參加講故事比賽 我記得了 她叫我參加講故事比賽 因為我們社工界 我們已經有社工的元素 這叫提升你的自我效能感 不是只是便宜 而且只是玩東西 這叫社工元素 當然在那個年代未必有的確認 但起碼有社工的幫助年輕人 或者成長的內涵 我記得小學的時候 有些同學會叫社工出來 然後看到整堂課 人家就不知道去哪裡了 然後就問 那些同學和社工 整堂時間會談什麼 那些同學做了什麼事 或者為什麼要社堂不上去見社工 會有這樣的疑問 大了就會覺得 可能她的家 那些同學在家 或者讀書上可能有些問題 所以需要社工去輔導 給她一些討論 所以現在你們是否覺得 做社工就是第一 提供廉價的活動 第二就是給輔導 做討論 處理一些邊緣青年 玩家少女 就可以了 講故事那些 在你們的想像片裡面存在 不需要提升她 有自我感感 或者其他東西 好像比較多年是一些懲罰 或者問題 好像聽你們說 其實那些內容可能都是那些東西 但越來越跟問題連起來 因為我以前中學都有社工 你這樣說我又記起了 但社工是什麼 就是總之會一個星期有些日子 會在 有時候會帶一些周會 會說說話 有時候會 我會去找社工玩 我小時候會找社工打招呼 其實兩位社工學生 還是比較有理想 還有很多憧憬 現在社工 連處理輔導問題青年 門交稅也未必有時間 因為追趕很多數字 為了做到某些指標 我所謂跑數 做很多外賣的活動 都不知道現在社工 其實做了什麼青年工作 所以我猜 如果以一個外人的 即我不是社工的角度去問 我就會想問 如果我們今次是談一個 社工的青少年的工作 這一部分的話 其實到底現在還有什麼理念 或者有什麼使命在背後 去支持社工去做一些青少年的工作 即他怎樣看青少年是一個問題 或是他好像我以前小時候 要加一些資產給他的 加一些提升他們的能力 還是怎樣 即可能 越來越覺得 那件事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也聽到一個 在做社工的朋友就說 他學校那些 即他小朋友 即那個名字不是叫做 什麼人生路 本來 我想這樣 這一個 肉之後事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講一下大家 好 即是你這群年輕人沒有希望 香港的未來 靠你們 真是 都是呀 有一群建制派 經常在坐鎮 我們這群年輕人想發為都難 唉 都是回家算 你回家想關門做皇帝嗎 嘩 政府 自己都經常閉門做居 好像搞個替補機制都部分 聽請民意 唉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而已 你經常在想 政府可以給你什麼好處 為什麼政府不給你這些好處 有沒有想過自己的責任 有好處 政府留給地產商先 什麼時候輪到我們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不公平 這麼無天 你這群年輕人不要這麼依賴 經常依賴政府 要對你們公平一些 怎麼可以的 地產商有錢老有權有勢 貧富懸殊這麼厲害 如果人人都是李嘉誠的話 這個世界就不用靠政府了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你做不到下一個李嘉誠 為什麼做不到下一間沙沙 為什麼做不到下一間米蘭站 嘩 方剛都說了 不可以每個人都做地產 現在舖租 樓價高企 百物騰貴 做都做不來 現在創業難 事業更難 唉 你一出讀完書畢業之後 就打算買樓 想一下會所有什麼設施 又泳池有多大 怎麼可以的這樣 嘩 政府批那麼多地 給地產商起豪宅 都是為了給人買 我打生打死 買回房子 有個阿姐頭 有錯嗎 學堂英年所說 剛僻自用 加上勇往直前 最終只會車位人忙的 年輕人 嘩 那什麼都政府都說了 那麼多位朋友看完 剛才那個劇 你們不覺得 都很有那種共鳴的感覺 無論是一位年輕人 或者一位八十前的 香港精英都好 你看一下當下香港的現象 其實你有什麼想法呢 究竟又對我們的青年工作 有什麼啟示呢 這一部分 剛才粉脈登場的學聯同學仔 阿炳繼續在這裏 另外我們多了兩位 一定是八十前的朋友 不如你們兩位先介紹一下 你們自己先 這邊先 我不用這個分法 因為我是1981年 即是80年代入職的 青年社工 當時是青年社工 當過前線的青年工作者 青少年中心 外展社工 後來管理青少年服務 都試過 看回的時候 當時是很有朝氣的 不要緊 我想知道你怎麼稱呼你 我叫Jacky Jacky哥哥 好 我左邊這位 留了胡子的形仔 又如何稱呼你 我是Franky 是一個教會的目者 現在是香港教育科學生運動的屯幕 以前做過一些青年的工作 即是教會裡面的青年工作 以及搞過一輪的公民教育 現在除了跟大專生一起之外 都有做一些關於通識教育的工作 厲害了 今天適逢其戶 有社工學生 有社工前輩 還有神學家在這裏 做青年牧羊的工作 我想我們真的要 即是我們要去 否析一下究竟現在那個 即是青年社工 或者青年社工的服務對象 青年人在香港是處於什麼狀態 因為我想特別 剛才我們上一部分就說到 以往的 就是青年的社工 其實他們做了很多方便好的工作 又提升人的自我客人感 又幫助邊青 又去援助 不是援助這個 輔導那些援教的少女等等 但是我自己的體會 就是我自己人都是做青年工作 我又在學校 又在社區 即是在這些綜合服務裡面 即是我們現在很常 就是趕數 即是做很多的報告 或者去寫一些的基金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說話 我們變成基金經理 即是寫一些基金 申請一些錢回來 我們忙到連同我們的服務對象 青年人接觸的時間都沒有 我不知道大家又怎樣去看 現在這個情況的現象 是怎樣的呢 不如大家又可以分享一下 講一下你們的看法 以前我們做社工的時候 其實很重視跟人接觸 和生命影響生命 我記得我自己入行的時候 都是我教會的時候 有個社工 他講到關心人 和公義 社會責任 令他很深刻印象 他這個想法 最後影響我自己也做完社工 當我出來做社工的時候 我跟年輕人接觸的時候 我不是說那麼多事務 錢那些 那些都要計算 都要計算 但是重點就是 關心一下他的人 看看有什麼需要 亦都幫得到他正面一點 去做代人處事 和發展自己的理想 結果我完結之後 捱就捱得很辛苦 和他去攝影響 三間半夜都是這樣 但是很開心的 覺得很充實的 那個年輕人自己 後來都很正面的 就不是經常把時間計算 我跟他去的時候 又可以計算到多少個節數 現在是這樣 有多少個活動 那時候都要計算這些 但是精神就不是放在那裡的 阿炳你呢 你有沒有感覺到 好像Jacky哥哥講的 那種的社工哥哥姐姐 帶你去參加什麼活動 你很便宜的那些 剛才你說的那些 其實我自己覺得 其實由我小學 又開始參加一些旅行團 到中學去參加一些義工 其實社工扮演的角色 就會比較少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少去生命影響生命 到了我自己當然 入了學院 入大學去讀 那不是生命影響生命 那就是怎樣呢 起碼是會 平靚正的 通過我自己現在的理解 就是讀了書之後 就通過 起碼都會通過一些對話 去令到那個人 感覺到有些反思 甚至可能啟發到那個人 但是 當然 當年 當年小學中學的時候 我覺得感覺好像是 那些社工 是搞完那個活動 就OK 其實他們就這樣 帶團 參加一些 舉辦一些環節 到完結之後 最後就 最後就給你一些問卷 填 圈翻分 一至五分 然後那些社工姐姐就會說 認真些田 其實這樣 然後就說學到東西 這樣就圈到一些 那些 阿炳實在太年輕了 你是九十後 所以Jacky哥哥說的那些 年代你完全已經是 另一回事 也都反映到我們社工界 真的有一個很大的 轉變在這裏 現在似乎那些社工 好像我上一節那樣說 究竟我們在做些什麼呢 那我們的服務對象的需要 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一向社工這兩種都要做的 但那個重點呢 因為那個撥款和管理制度改變了之後 令到你重點不同了 即是你說社工有這麼多活動技巧 要填表拿 留一些參加者意見 一向都做的 但現在就花了很多時間 在事務和技術層面的東西 是少了一個關係 人 就是看他開不開心 還有他生活充不充實 他要發揮自己的潛質 是不是做得到 即是你花了時間 是填很多的表 那裏就不是人的成長得益那裏 這裏令人覺得 就是現在少了這些空間 一個制度就要看這些東西 即是我想社會不斷進步 不斷改變 那我們的工作手法都應該是改變的 但問題的關鍵就是 現在這種改變 越來越寫得多報告 做紀錄 交代數字 是不是等於可以回應 正在看清少人的需要 特別因為剛才阿炳和阿月 我們看過短劇 都看到 其實現在當下 我們社會年青人和成人 那種的張力 那種的矛盾 那種的碰撞 我想不是透過我們寫報告 追指標 交數 搞很多活動 就可以滿足地處理得到 我不知道這裏 Franke你又怎樣看 雖然你未必是社工 但你也是做一些青年牧養 或者特別從一個神學角度的辭入 你怎樣去理解這個情況 我們覺得人是很重要的 覺得人的主體性 即是他自己可以幫助自己說話 可以幫助自己發展自己的選擇 他自己的項目是否自己的興趣 即是我就算側側地聽 剛才譬如說買樓也好 或者說一些對社會的意見 或者主流 政府高官回應 那個對話裏面 我就看到一個很明顯的對立 這個我不知如何配合社工的論述 那個說法 但是我觀察到的 就好像我們做公民教育 以前的時候 有個想法就是 我究竟是幫學生去 只是帶他們出去做多些社會服務 幫忙照顧一些人的需要 在當中學習一些事情 還是我都要關心一些 接近公民教育或人權教育的事情 即是說 我都要關心社會裏面 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制度的問題 你說買不到樓 不只是說那個人很窮 他需要錢去買樓 而是可能是 那個經濟制度是怎樣 即財富分配 樓市之類的設計是怎樣 如果青年人在 現在的感覺是青年人也有聲音 或者他有分析能力 觀察得到 感受得到那個問題 接著他提出一些聲音 社工是怎樣去理解這種狀態 是當他是有需要的服務對象 還是他是一個說話的主體 他有意見 對社會裏面 即是神學的角度 我們就會關心人應該是主體 會想想他很全面 他不只是一個服務對象 所以由服務對象 去到青年人作為的主體 而社工怎樣去回應 前輩 你看回社工同年青人的關係 如何吸引到他來 即是我們那個年代 做到一個情況 那些青年人進入中心 是很想找到阿Sir 或者MISS來聊聊天 即是你打Bang波 或者玩一些不是很高科技 很厲害的那些 但跟誰玩是重要的 但到現在這幾年 政府譬如在青少年中心 又撥幾百萬去做大裝修 參加設施 那些都是好的 但到最後就是覺得 設施吸引人去玩設施 不是找阿Sir、MISS 一起玩聊聊天 那種 即是那個吸引的重點 是轉變了的 即是真的很不同 這一點就是 其實這個我自己也有體會 究竟其實起碼我講 做青年工作 我們做青年工作的社工 究竟我們為了追求些什麼 正如先Jacky你提到 究竟我們是想和他有一些 比較親切的關係 希望所謂剛才提到生命 影響生命 還是我們要有一個很專業的外表 或者包裝 然後去撞他們 是一個服務對象 去提供服務去處理的問題 還是好像剛才Franky提到 可能他們其實不是我們 服務對象 是一個我們的主體 是一個自己本身的主體 我們可能是他們的同行者 即是我想這個 不知道可能大家 可能Franky未必是很 人有讀的社工 但可能 譬如我們對一些青年人的 一些理解 或者對青年工作的理解 究竟我們本身的原點 或者我們的理念 其實應該是怎樣去提供 至少在你們的理解裏面 我想補充一個東西 就是我觀察 在教學上 變成老師 或者學校制度也好 或者在社會上 看到高官說話的風格 我就觀察到一個狀況 就是有一個 現在我看來 都是密資根的社工老師 一個教授 他可能都是 地域研究的人 都是 講了一個概念 叫大人主義 就是城市研究 在芝加哥大學 美國 是城市研究 還有社工的 也是社工的 他講成人主義 他就說 這是一個 系統的 壓迫系統 好像 種族 性別 也是其中一種 可能是年齡上 它不只是發生在家庭裏面 它是發生在 兩個人 但他就好像一個 假設 首先就是大人 就不夠成年人 那麼成熟 但成年人就有 小朋友 或者青年人 不夠成年人 那樣成熟 對象不是 就不夠那個人 那樣成熟 他將他當作一個小孩子 就叫成人主義 但他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現象 就很普遍 有些說話 你剛才說 譬如說 剛才年說的 光碧自用 你正常人不會這樣說 或者最近說 那些爭取言論自由的人 就是垃圾 這些說話 不是一個 官或者公僕 在公開場合說的說話 或者老師對學生 我們想像不到 會這樣說話 他現在去到這樣的地步 其實就是 不是年齡上那麼簡單 而是 將大人都變成小孩 這種性格 甚至是一種意識形態 就是將他 看為一個小孩 我覺得這個觀點 其實都很分享 不只是在社工界 有這樣的狀況 當你是客人 所以要招呼你 或者有時候 老師有時都小分辨 有時會遇到這種情況 有時有些官就是這樣 都很流行 你的觀點 我這樣承認 這種看法是會影響我們 不會讓我們的對象 變成成成年人 我未必會支帶 這個孤流寡民 但起碼我 聽過這個 呂大樂 她是四代香港人 她說第二代人 她很精靜八個字 就是不可一世 捨我其誰 是嗎 即是我很有那種感覺 如果第二代人 如果根據你的說法 那種 就是不可一世 捨我其誰 其他人 都是沒有用的 或者是不及他們的 一鞋 不如一鞋 但如果是這種心態 起碼 是否我們社工應該有呢 或者我們應該怎樣 面對這種心態 才可以 像Frankie那樣 開展到我們的工作呢 如果我剛才聽 就不只是說 她不當作主題 未必是社工 跟客人之間 是不當作主題 而是她的工作 不會碰到她 因為她似乎 關心的已經轉移到 她的數字 或者你們說 裝修、設計 服務的硬件 我不知道 可能沒有那麼直接 如果你說到這些 例如我們 看回一些比較大的 清零工作 例如政府 撥款 即是給一些清少年中心 你看她現在 我也在社會福利署的網站 看她的簡介 我讀一段很短的給大家看 以前我做開的 兒童及青少年中心 她說 兒童及青少年中心的設立 是鼓勵兒童及青少年 參與一些有意義活動 協助他們 自行組織小組 使他們投入社會 以直以出眾 兒童及青年的個人發展 兒童及青少年 自己本身是主角來的 這裏現在轉型 即是轉不到 只剩下 都只有24間 這些 以前我們就是這樣做的 到現在 很多新模式 轉型轉了有137間 但模式 她突出的東西 都是說 在單一管理架構之下 提供多樣化的青少年服務 透過靈活調配人手及其他資源 強調在資源管理那裏 跟之前說 那些兒童及青少年的吉益 整個重短是轉了 於是管理層 又是這樣看社工做成怎樣 那你慢慢社工 又看著指標又是去了 即是離開了一個人那裏 而去完資源管理的效率 那個管理主義全面 就入侵了 蓋過了青年工作的重點那裏 這裏是令人擔心的 即是我想有一個很重要 即是 我們先未必講很多那些理論 但起碼如果我們是獨身 甚至可能是做人的工作 包括是牧者 或者其他教工 我們很明白 即是我們的工作就是以人為本 而不是去附屬於管理 為了去做好管理而去做的工作 我們希望真的幫到個人提升 即是我想起碼這一個對我來說 其實是社工今天起碼 但在青年工作上已經被異化了 被制度異化了 被整筆撥款 甚至這個再闊一點 可能是整個香港現在的文化 就是這樣的情況 不知道 這樣說下去 我們有沒有出路 如果這樣我也不知道 還有我也想回應 剛才那個說法 政府或者是有些問題 如果我們講一個概念 就是可持續發展 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這一代的人 不要耗盡下一代應得到的資源 我訂一些措施 設施 不要令下一代的生存條件 比現在更差 所以我剛才聽到阿炳和曼月 他們所示範的交談 講的問題 我是覺得 年青的一代 好像他們這樣 如果是接社工的班 是有希望的 因為應該是我們 繼續接他們的班 掌握這個 令青年人繼續有朝氣 繼續有獨立發展 這個空間 而不是我們要教他們 怎樣守規矩 教他們跟我們做 否則就奢毀人亡 我們不應該頂一些事情 打擊這批年青社工的士氣 或者年青人的訴求 我們應該繼續支持他們 甚至向他們學習 而不是自己赤路埋路 因為世界的將來 是這批年青人 不是我們這批的老鬼 不過你現在這種想法 剛才Jacky很坦白說 就不是現時社工 那種我們要專業化的包裝 強調是我們可以提供一些 其他人給不到的服務 譬如輔導 這種包裝 不過我自己也想回想 其實也想回應Franky 剛才說 可能你一個比較宏觀 結構的角度去想 青年人的工作的關係 因為剛才我們的說法 就好像沒什麼 在社工方面 上一節拍劍靈說 演講 講故事 剛才Jacky也說 一些輔導 或者一些生命 但我自己也記得 由讀書 到我出身的年度 都有一些批判採向 青年議會 甚至我記得 90年代 是有社工組織 他們的會員 去立法會 當時的立法局 表達一些意見物訴求 但很清楚 在回歸之後 這些服務 是消聲匿跡的 無論這些機構 只是生存 遊學團 家樓團 舞蹴勞斯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問題 剛才提及ive 甚至是整個香港的氣氛環境和文化都不同了 同意 那個情況真的很惡劣 如果剛才Jacky 拉美說的 即是 代制公義的問題 上一代有沒有將一些他享有的金錢 之前的社會那麼富裕也好 或之前的社會那麼自由 即是言論自由也好 法治空間 土地使用 大自然 你拿到那麼多的時候 我都將這件事給我們下一代 即是代制公義 這個真是罵了很久 都是繼續罵的 我不知道 這是一個取向 但是 除了跟他死過之外 我估計有一個取向 最近我有一個感覺 即是 就算做服務 即是真的帶一些年輕人出去做服務 都未必是差的 即是 帶他們出去見一下社會感受一下 即是我覺得有一個 我想起以前小時候 即是我帶過一個活動 即是最初在一個體驗學習 我現在做公民教育 最大的學生 即是上學期 社工朋友就帶同學去撿垃圾 在龍虎灘 看到灘很髒 下學期 我當時做公民教育 就加入了這個組 於是跟這個組去發掘 為何海灘會這麼髒 然後慢慢發覺 原來灘在發電廠旁邊 然後就問問村民 去發電廠參觀一下 發電廠帶他們去看 我們零污染 即是空氣清新 村民就說 事由有那個廠之後 樹葉的農作物 就會有很多古靈精怪物 令到他們生不到 那些年輕人看完之後 就發覺 還知道接下來會有 即是當時還在談 或者現在已經差不多 就是了 就有睡法爐的問題 於是他們就覺得 不是辦法 即是如果還有睡法爐之後 就有熱愛嬰 於是他們就組織了一個 簽名運動 以及在學校裏辦了一個 分享會 收取了幾百個簽名 然後就走去 這是一個社會行動 是一個社會行動 我覺得 他是不是要立即變成社會行動 也不要緊 最近我的感覺就是 會不會是我們 少了直接碰到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我想社工坦白說 我們也要打一份工 就不會搞革命 不過 就像剛才Frankie說的 即是一些 接觸到我們服務到盡 這個我覺得是很根本 甚至乎在裏面 是不是還有一些空間 去將那種社會 或結構的導向帶出來 我想我們最後一部份回來 我們就會進行 展望將來的討論 好嗎 好 來到我們今天最後一個環節 這一部份 我們四位坐在那裡 都是一些社工學生 社工 社工前輩 剛才說了那麼多 分析的現象 或者是 我們回顧過去 我想是時候 我們要展望將來 究竟我們青年的工作 未來有 譬如兩位同學 你們覺得 你們期望將來 投身的社工界 如果真的做青年工作 是做些什麼的呢 只是 搞一些很便宜 很便宜的團 做輔導 幫助一些 只是用一些 耕成的方法 幫助一些 邊緣青年 玩家少女 還是 剛才我們開始看到 其實我們有一個結構 有一個社會的環境 其實都影響青年人 我們是不是要做一些 未必是革命 但起碼是否有多一些 可能性 我們去探討一下呢 你們怎樣看 可以讓你們說一下 其實我自己 可能我自己比較 參與多一些 CD上的工作 其實近來 我們都看了一些 後現代思潮的書 裡面都在說 其實 裡面我們現代人 那些人 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知識是絕對的 是不可以挑戰 但其實那些知識 很多時候是源於權威 就是一些有權的人 其實他們才是製造知識 可能院校裡面 就是那些人製造課程 那些人就說 這些是一定要讀的 然後到外面 可能到政府 就是政府說出來的政策 然後市民一定要跟從 所以我覺得 希望我自己做 起碼我自己做了社工之後 我會 希望可以培養多一些 一些年輕人的思考方法 未必是說一定要灌輸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而我們是應該要給一套方法 讓他們自己探索 這樣才是一個出路 還有我都會 希望 起碼可以令到他們關心社會 現在其實 有一件事是很灰的 尤其是上至少年輕人 其實很多人都不看新聞 不看時事 然後就會很多時候脫折 到了可能 可能剛才 有些沙灘上面撿垃圾 可能這些環境問題 但是很多年輕人就去了 走了就已經不關心了 其實可能由這些 很細眉眼的活動開始著手 可以令到他們關心社會 甚至關心政治 關心本身 這些本身是屬於我們的事物 還有都會希望 輔導其實 這些都是可以相跪並行 因為輔導 很多時候是覺得很細層面 但是其實輔導 就是輔助人 導是導人向 令到別人的指導 令到別人有啟發 這些才是輔導的真正的原意 而不是當那些客人是一個問題 是一個病人 是需要你去輔導 你是一個醫生 而不是這樣 絕對的 理論上是做得到的 這個聚事治療法 都是教別人可以上街的 你又怎樣 阿月 我覺得 我也同意現在 我已經這麼說 如果作為一個 如果做了社工 就做青少年 我真的很期望維持 現在社工 和青少年是一個朋友的關係 因為很多時候 我會問一些朋友 其實問到小學的陀生 他們會問 你覺得跟社工是怎樣 很開心 他們會 很開心 我會經常跟社工聊天 我也想維持 社工和客人之間 可以有一個青少年 是一個朋友的關係 亦都不希望 可能機構上有很多 報紙工作 去 限制 跟他們說故事 說故事 盡量會抽時間 也會希望在現在的社工框架上 有一個突破 也會希望在工作上 其實不是突破 這個真的要插插 因為我覺得 像剛才所說的 我只是做回我們原本 應該做的事 而不是把我們 易化做到毛利喇沙 填表 就是要下午追溯 變成保險經紀會經理 對 還有看到社工 其實 對於上層 即是Superweiser那些 人家給了什麼指令 我覺得要做 要跟從 我覺得社工好像沒有聲音 沒有了 就像是專業 但自己又不違反自己的權利 或者真的認為社工要做什麼 去發聲 其實就希望 做回社工應該要做的事 說到Superweiser 一定問一下Jacky的歌 即是貴為 即是你今時今日的身份 你絕有代表性說一下 即是 譬如現在這些年輕社工 做青年工作的 是不是好像剛才阿瑜那樣 真的沒有什麼 抗爭力 或者是暗春來的呢 或者你期望請一些 將來好像這些 那麼優秀的社工畢業生 你期望他們怎樣做 做青年工作 我會期望 這些年輕社工 他們能夠跟一些 內一些的社工 是可以提出一些商討 想一些最好的 做到的成績的方法 真是幫到年輕人 而不是他只是 我做了之後 我分幾多件工 你好像在工廠裏面 就做了幾件工 就可以了 原因做來做什麼 你不用知道 這個不應該這麼大 令他們知道 如果我想漏了他 說喂 阿Sir 應該是不是 再做這些才做到成果呢 那是哦 不如就做到成果 令他們覺得 我們整個團隊裏面 即是有貢獻 有見地的一些成員 那年輕社工覺得 他自己有見地 有貢獻的時候 他覺得有自信的時候 他可以將這個自信喜悅 帶給他幫助的年輕人 年輕人亦都覺得 在他的社工身上來講 獲得肯定 獲得支持 他可能有些東西 不懂 缺乏經驗 社工會提點他 他最終是摸索到的方法 掌握到他自己做到的成果出來 而不是別人 你只是做了他說的步驟 而產生了一些 他不知為何會有成績 而是他做出來的成績 這個感覺是很重要 社工自己有 他亦都帶給年輕人 有這個感覺 其實綜合你們的說法 不論我們做青年工作的 都是教他們的方法 而不是當他們一個問題 又或者如果是一個社工 做青年工作 特別是團隊一別 就不是資深的前輩 就大支野 而是大家要有一個空間 去發揮創意出來 其實我自己聽到這些 真的是最原本 我們社工的信念 或者我們理論一些 所謂的人在情景的觀點 而不是將所有東西當成問題 但關鍵就是 為何來到這一刻 萬金的年輕人 就被人說是光碧智勇 車位人望 我們現在的新一代社工 做青年社工 就多一些意見 又被人說是特立獨行 這些是我們朋友的經驗 你太有你的想法 你不顧全現實的情況 聽得太多了 我們的問題就是 這些原本我應該做的事情 但現實就好像實施不出來了 我們先找到出路 這個無論我們或是在看這個節目的觀眾 大家應該很關心 大家一起想想有什麼計劃 前輩想想說先說 我想如果他是資深社工 他其實很多都多一些管理角色 在我看回那麼多的嚴況 因為我自己那行都30年 我看回的時候 其實那些中層管理人員 是可以找一些空間 是令到大家在管理上 不需要去得太盡 有些人已經做到 向政府交代的資源 那個應用已經夠了 但現在很多去到一些數字 跑到1.8倍 兩倍等等 即是給指標翻一翻 翻完之後 於是你最後幫你手 那些年青社工 想不跑數就不行了 但其實你是不用跑那麼多數 而是接一些時間出來 是幫回它 原本我們剛才覺得 跟年青人接觸 應有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但這個很多時 就是機構希望累積資源資本的時候 就會將這些跑出來的數字 再接一些 譬如說勞工處 或者其他服務裏面 一些新的撥款項目 是儲了錢 但其實儲了錢 夠用就可以了 不用儲了那麼多 然後你花多點時間 在年青人的關係 以及人的發展的肯定 那個才是我們的原意 好的 如果兩位新進社工 未來真的做好一份青年工作 你期望你們的老闆 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除了叫你做好工作之外 還會怎樣說呢 其實當然是會希望 那個老闆也會 不是那麼追求指標 不是那麼逼我說 做得越多越好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社工說的是影響別人 不是說做得多就是影響到多少人 不是說你的範圍多大 而是對那些人 在你一生中扮演什麼角色 好像之前劍玲說 一個社工說一些故事 令到他很深刻印象 可能其實你的影響力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 可能已經是影響了一生 可以令到他不會踏上什麼旗圖 但是如果你只是搞一些活動 可能那些人 其實只是難聽說的 可能當你工具 甚至可能當你一個消費品 用完就算了 其實我都是希望 我老闆將來對我都是這樣 就是希望 其實對回一些客人 其實都是對回每一個人的行動 還有一個不是叫老闆 那一個是你的前輩 就是導師去分享一下 督導 阿月有沒有 我也很同意Jacky 想說前輩或者老闆 其實最重要給多些空間 我們年輕的社工 我覺得那種空間是比較多發揮 我也明白上一段 他們的經驗是怎樣 但是我們自己也有自己的 就是想探索多一些 亦都想探索多一些新的東西 看看有沒有一些 大家可以 更加可以前進的空間 我覺得是 我自己看回 在香港過去一年 一直都沒有提到 但是其實 這件是一件國際的事件發生的 就是聯合國在過去 由2010年的8年到今年的8月 就定為國際青年年 它定了的口號 就是要年輕人和成人 互相的了解和溝通 可能香港現在過去一年的 或者這段時間的氛圍 就是只要說 剛壁自用車位人亡 可能就是連國際青年年 我記得那小孩 他經常會說的 這個聯合國的活動 在香港現在都不再看 我估計也希望用 聯合國國際青年年 這個口號作為 我們今天的總結 如果我覺得有出路的話 互相的了解和溝通 這個可能起點不第一步 好 今天的節目來這裡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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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